同样是开国皇帝 秦始皇残暴 使得他建立的国家十几年就被推翻了 同样的 朱元璋也非常残暴 为什么他所建立的国家 却延续了近三百年的时间呢 秦始皇画像 秦始皇的暴行 包括他搞焚书坑儒 施行残酷的刑罚等等 朱元璋和秦始皇比较起来 可以说残暴程度绝不雅于后者 他一手策划了红武四大案 孤维庸案 空映案 郭桓案 蓝玉案 总共杀了十多万人 而且他搞的文字语 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其实是一个道理 另外 他的刑罚也非常残暴 比秦始皇的更残酷 那些曾经废除上千年的各种可怕的肉刑 又被重新用起来 甚至还创建了 剥皮石草 等花样摆出的心 肉刑 还有 残葬制度也是早就废除了上千年 他却又重视起来 让那么多后妃为他残葬 既然朱元璋和秦始皇一样的残暴 为什么两人建立的朝代 结局会那么不一样呢 为什么就没有人起来推翻朱元璋的统治呢 我觉得 根本的原因是 两个开国皇帝虽然都残暴 但是各自残暴的对象不一样 朱元璋 秦始皇是对国人残暴 对普通的老百姓残暴 他的那些刑罚 那些前置舆论的做法 那些无休无止的劳役 都是针对老百姓的 正是因为针对的对象是老百姓 老百姓才非常不满 起来反抗他的统治 陈胜吴广两个农民一声号角 天下一时间全都蜂拥而起 很快就推翻了强大的秦帝国 但朱元璋的残暴不一样 他的对象是官吏 他所杀掉的那些人 他实施残酷刑罚的那些人 他前置舆论的那些人 都是官吏 格官吏的家族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 他并没有用这些东西对待他们 朱元璋不但没有用残酷的手段 对待普通的老百姓 而且还因为他出生于底层 出生于贫苦人家 他对普通老百姓非常关心 比如他设置的养妓院 贵民药局 陋泽园等等 养妓院其实就是养老院 用以收养那些 孤独残病不能自生者 是一项养老制度 贵民药局则是针对流行 并极弱势群体的免费医疗制度 陋泽园则是考虑普通老百姓的牧葬问题 做到生有所养死有所葬 另外朱元璋还特别注意救助孤苦无一的乞丐 让他们有饭吃有地方住 红五四大案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 从某种意义来说 有现代福利事业的雏形 朱元璋因为对普通的老百姓很关心 同时 其对待官员的残暴 尤其是对待那些有造反迹象的官员 以及贪腐官员的残暴 客观上也让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 尽管朱元璋诛杀的那些官员 很多都是冤案 但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并不知道那是冤枉 普通老百姓 一般都有仇富心理和仇官心理 他们反而还认为杀得好 所以朱元璋就通过这样 凝聚了民心 既然朱元璋统治时期 老百姓都拥护他的统治 又怎么会揭竿而起造反呢 只要老百姓不造反 其他那些官员们 他们对朱元璋不满 想造反 可是也没人跟着他们干啊 当然了 并不是说朱元璋制造红五四大案 用残酷的刑罚和舆论前 致对待官员就做得对 朱元璋这样搞 更多地还是为了屠杀功臣 维护他自己的统治 但是 确实在明朝初年的时候 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发生 参考资料 明史 明太祖实录 雑方 iniz 无 嗯 能 质